我们看到了 这个中国潜见服上来的时候 看到孙小雅讲的话 台湾人面对中国的威胁 不要恐慌 但是也不要麻木 在这个时候看到 共产党中国文化入侵 比武力威胁还要大 这是卓龙泰讲的 因为他要收埋台湾的网红 来统战我们 然后呢 传他中国又邀请台湾的艺人 要成立个台湾永和党 这小狗奇怪 然后呢随便乱点名一通 什么点名余天 点名什么陈建仁 那就没可能的事情 然后点名这一些 随便乱点名 就是要离间我们台湾的感情 所以会使用 这看起来中国是无孔不入 这都整头的 我是觉得 美国在台协会孙小雅处长 他要选择 要入去台湾 现在给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警告 没转热 也没麻木去 浅舰浮出来 就算有一个水面舰来汇合 不管有什么动机 他作强也好 他派有什么政治企图也好 但重点是我们本来就 我们自己首途有则 我们本来国家 因为我们自己是一个国家 我们本来提升我们自己的战力 我昨天觉得很奇怪 比如说以外 并都比较正常来说 中共的统战 我算得出来 第一个就是我们那些村里长 船里长就去中国那边去投 那也交代都不用钱 我刚才要来露燕的时候 我的助理跟他说 我八年前 我们在设计时 暑假的时候 我们社团里面去中国那也不用钱 我想说有这么厉害 我想说只有我们那些村里长而已 你在台北设计社团去中国 都不用钱 我还想到公庙 公庙 公庙我们那也有 公庙去那后交代 退降就不用讲了 退降大家都非常清楚了 现在什么在开什么玩笑 台湘也不用说 我们很多台湘去那里 有时候台湘也要到开机 现在什么在往红 你全部都要叫去 叫艺人再来冲一个董 可以做副主席 现在来做一个选战 所以在地协力者 说这都最多文化了 就是叫做理应外合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倒会觉得说 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大家都体认到说 自己的国家里面 如果没有自己的主张 然后每一个人 都变成麻木的话 真害 但是可以检视每一个政党 国民党里的主席 到底是什么 中国比较好的 这样就叫做挑衅 甚至要反共大陆 像民众党会说 两岸一家亲 说完之后 现在跟你说 没有 送中评会 做自己国家的主人 每一个政党里面 都要接受国家主人的检验 所以明玉 好谈 这些艺人 如果真的成立了 台湾永和党 只要一当副主席 上千万元台币的代言 这就所谓的文公武贺 刚刚那个委员说什么 李应外合 我觉得是文公武贺 就文的也来 然后武的也来 那这个今天 当然这个浅见 就是小馆掉到大馆 就是本来这些澎湖的渔民 他们不是五点 要去掉小馆吗 对 小馆啊 小馆啊 小馆掉到大馆 就掉到浅见 核子浅见 现在看起来有两种说法 第一个就像刚刚主持人所讲的 到底是不是说 因为现在环太平洋 也在这个军演 他是不是要借由这样子的状况 就跟你讲说 我们也是有核子浅见 因为他也是这个万顿级的 那另外也有讲说 是不是他这抛锚 就是可能机械零线故障 所以他才会浮上来 不然就是说他浮上来 如果真的要真的让你看见的话 他也不会浮那么久 就被你整个 这个被你整个看见 好那讲到文工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比较奇怪的是说 波特王并没有讲错 波特王讲的是一个现状 他讲到说 这个中国有来跟我们的网红招手 比如说给你钱 然后让你甚至还要成立一个永和党 可是现在反而 很多铺天盖地去攻击波特王 就说你怎么是在恐吓呢 还就说这个去去找说 还要就说这个 没有接受还要出来这个自清什么的 那我认为说奇怪 那你反而去 你去看哦 现在去攻击波特王的这些人 他以前的主张是什么 以前的主张是说 哎呀中国有多好啊 中国好棒棒 结果这波特王的消息出来 他反而去 现在要把这个罪名怪到波特王 说他才是去什么 违言耸听的这件事 但波特王违言耸听并没有啊 他只是讲出现状出来啊 那反倒是以前这些小粉红 现在突然去倒向 就是说波特王那些黑白狗 我是觉得说这个逻辑是非常非常奇怪 其实他最主要的中国这样子的 是要制造我们自己内部的矛盾啊 要不要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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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